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再继续来向善才童子学习 这个部分就是善才童子五十三参的内容 是《华严经》入法界评里面的故事 那也是学佛的榜样 五十三参是善才童子 由文殊菩萨的指点 由于善才童子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他要去修学菩萨行跟菩萨道 所以文殊菩萨指点善才童子 就去参访诸大善知识 那每一位都是大菩萨 都是已经修正了菩萨行 能够自觉觉他的大菩萨 所以到了第五十一参 就是弥勒菩萨 那因为弥勒菩萨是将来下身佛 所以他对于善才童子的教导 内容非常的丰富 以我们目前的一个卷来说的话 那弥勒菩萨就占了两卷之多 那我们平常就是一卷 就是内容里面 有的就已经会有两位三位 或者是一位的善知识的内容 可是弥勒菩萨本身这一位善知识 他就占了两卷之多 所以这里面的内容 都是针对善才童子 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他的参学对他的赞叹 还有赞叹菩提心 那这样的内容 我们也没办法说全部都很仔细的来解释 所以我们也是从里面的内容来截入 所以在上一个单元 我们已经介绍了善才童子 他见到善才童子 他已经参访到了弥勒菩萨 那由弥勒菩萨对他的赞叹 那善才童子 非常的感动 所以他就是合掌 起立 然后就绕着弥勒菩萨 结果因为他是由文殊菩萨最初的教导 所以他也感受到了文殊菩萨的加持 所以他在绕着弥勒菩萨的时候 他的双手就自然的就充满了无数的花 还有宝珠 那各种的这一些的珠宝 那么他就非常的欢喜 然后就供养弥勒菩萨 所以我们上一个单元 就探讨到这个部分 那这个单元我们在继续 也就是弥勒菩萨跟善才童子 他在继续的教导 这里面的内容还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们再继续来看经文 那我们先称念佛号跟战经记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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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间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经文里面就是在善才童子 他把他手上忽然充满着这一些香花庙宝 他就捧到弥勒菩萨前面 供养弥勒菩萨 那么这个时候弥勒菩萨就摸善才顶 就是用手摸着善才童子的头顶 然后就说用寄送的方式 就好像我们迎师 用这样子的短句这样子的方式 就说善哉善哉真佛子 普策诸根无谢倦 不久当具诸功德 犹如文书 吉于我 这里也就是弥勒菩萨 他再一次用寄送的方式 也是对善才童子的赞叹肯定 也是对善才童子的授记 他说善哉善哉 你是真佛子 你真正的佛子 因为他从发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以来 就一直在参访诸大善知识 那真的在修 那他也增长了他的功德 能够度众生的能力 所以是真佛子 也就是他真的学习了诸佛菩萨的这种 度众生的悲愿 那他能够这样的参学是普策诸根无谢倦 也就是他这么努力精进用功的在参访诸大善知识的时候 他一路上一定是非常的辛苦 然后到了善知识的地方 他又非常的全心全意的在学习 都没有违抗 那都没有懈怠 所以说普策诸根 就是基本上我们说的是用六根来说 就是眼耳鼻舌生意 就是他彻底的就是边策 这个策就是他就是很努力的 让他自己的眼耳鼻舌生意都很专心一致的在学习 所以无谢倦 这等于是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看到耳朵也要注意听 那么我们的心 当然随着我们的这个看到听到的外境 我们心也在体会 就是诸根 所以我们常常用诸根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到说 我们要平常念佛的时候 也都是要能够诸根 能够来收舍来念佛 不会说我念佛的时候只是口念 就是我们口念还要心也在 那自己的耳朵也能够听到自己在念 那这个时候眼睛我们也可以观想佛像 那这个时候就是把我们的诸根 收舍专注在念佛这样的一个对境上面 所以这个时候弥勒菩萨 他就是赞叹善才童子 他在修学参访诸大善知识的时候 他是普策诸根无限卷 就是他学习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懈怠的心 那一心一意 所以弥勒菩萨就赞叹他以后 也还给他授记 授记就是给他证明说 他将来会有什么样子的成就 所以说不久当具诸功德 就是善才童子 他不久他就可以具诸功德 那这些的功德 当然就是他要在成就 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菩萨型的过程 就是他能够以六度来说 他可以布施 实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 基本上他都要有这些的功德 然后用这些是自己成就的功德来利益众生 然后还授记善才童子 他不久当具诸功德 而且他的功德就犹如文殊即与我 所以这里也就是授记善才童子 他就会像文殊菩萨跟弥勒菩萨 他们这样子的大的功德 文殊菩萨是法王子 是智慧第一 那弥勒菩萨是将来就要下身成佛的 所以他是诸佛子里面的长子 因为所有的还没有成佛的里面 就是弥勒菩萨第一位 他是第一名 所以他这里是等于是 对善才童子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 就是善才童子他会像文殊菩萨跟弥勒菩萨 这样子的成就了 那就将来也可以成佛了 因为弥勒菩萨就是未来佛了 那能够像弥勒菩萨一样 那就等于是他将来也可以成佛 那这个时候善才童子他听到弥勒菩萨 对他的这样子的赞叹跟受计 他就也在回答弥勒菩萨 他说我念善知识一节难之欲 他说他念善知识 就是一方面从浅的方面来说 就是当他开始要去修学的时候 他对善知识的向往也是念 然后到在善知识身边学习的时候 那这个念就是专心一意的学习 那到了他参访以后离开了这个善知识 可是他的心还是有放在善知识所教导的教法 他对他的教化的这一些的方法 那么他的心心念念都在这一些 这种所修学的方法上面 所以说他念善知识一节难之欲 真的是一节 我们看看一节的时间都是我们这个世间 就是这个人的寿命从十岁到八万四千岁 那这个中间要每隔一百年 人才会增长一岁的寿命 然后慢慢慢慢增长到八万四千岁 然后再就是减 那减的时候又每隔一百年 又寿命减一岁 那减到十岁 那这样的一个增到减 这样才算一个小节 那有一亿的节 你看这么长的时间都是难止欲 就表示说真正我们要碰到善知识这么难 因为善知识可以说是这个世间的宝 是很难得遇到的 基本上也就是说在这个世间里面 善知识真正的很难求 因为善知识是他开发了自己的决心 然后可以去成就 就是看到我们世间一般的人 只看到世间的现象 而不知道世间的现象里面的道理 然后还可以能够让我们知道 怎么样子离苦得乐 在这个世间的这样子种种的这些苦 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出离呢 那只有善知识呢 他真的能够自己修学到离苦得乐 然后能够教导众生 所以在这个世间 这样的善知识真的是 一节难直欲 很难遇到 那经得闲亲近 也就是说 善才同志他对弥勒菩萨 他就是表白他 这么一路参访了这么多的大善知识 所以他说经得闲亲近 就是都能够亲近到这么多的善知识 一位都难直欲 那他遇到这么多位 然后呢 现在参访到第五十一位 弥勒菩萨 所以说 而来一尊所 这个尊就是尊贵的指着弥勒菩萨 所以他已经遇到这么多位的难得的善知识 然后现在参访到尊贵的弥勒菩萨这里 我以文殊故见诸难见者 也就是因为 善才同志最初呢 就是受到文殊菩萨的教导 所以因为文殊菩萨的缘故 所以他能够见到这么多的难 见到的这些善知识 那彼大功德尊愿述还瞻解 他说这些善知识 他们的功德 是非常了不起的 很尊贵的 所以他就是希望 他还能够再亲近他们 所以他由文殊菩萨的教导 第一位参访了德云比丘开始 那么到这里就是第五十一位 那在经文里面 这个算是已经是 《华元经八十卷》里面的第七十七卷 那这个都还是弥勒菩萨的部分 那接着就是进入第七十八卷 因为我们古代的这个藏经 都是用一张纸来写的 那个宣纸 那所以一个纸写完的时候就卷起来 那就是一卷 那因为一张纸 他所能够写的经文 只是一小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 是弥勒菩萨的教导的部分 可是还没有完 所以继续就由七十七卷 就进入第七十八卷 那这个部分就衔接 衔接 善才同志 他就是回应弥勒菩萨 对他的赞叹跟授记 然后他也回答了以后 那么善才同志 他就合掌恭敬 在崇摆弥勒菩萨眼 所以这个部分是善才同志 他回应了弥勒菩萨对他的赞叹 肯定 授记之后 然后他再来 开始在向弥勒菩萨 就是请问 所以这个时候 他所问的内容 也就是他 要来参访的最重要的目的 所以这个内容 就是跟他之前 一遇到了一位 善知识的时候的开场白 他是说 大圣我已先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而我未知菩萨云合学菩萨行 云合修菩萨道 所以这个部分 才是善才同志来参访 弥勒菩萨的主要的问题 可是之前那么多的内容 最主要的是因为 善才同志还没有见到弥勒菩萨前 他由德森同志跟有德同女 他指点他到海岸国来参访 弥勒菩萨 他去的时候 就先就是在这个辟勒菩萨庄严大阁楼前面 所以他又在那里赞叹 然后受到加持 然后才提醒弥勒菩萨 然后弥勒菩萨才出现 这个时候弥勒菩萨又用很多的内容在赞叹善才同志 所以我们前面的部分都还没有见到善才同志 正式请问他要参访 就是能够就他所发的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之后 怎么样来学菩萨行跟修菩萨道 那现在才正式 所以前面就是等于是一些互相之间的这样子的对答 那到这里因为善才同志正式请问了这个菩萨行跟菩萨道 那么他自己本身又在加以对他的问题就是在做补充 他说大圣那就是指着弥勒菩萨 他说弥勒菩萨成做大圣 一切如来受尊者记 这个部分也就是善才同志 他要请问弥勒菩萨 他发了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要怎么修菩萨行菩萨道 那么接着他再来说明的是说 那大圣弥勒菩萨 你是一切如来受尊者记 就是等于是弥勒菩萨 他是将来要成佛的 所以他要成佛 就是一切的如来都已经印证 都是印证的弥勒菩萨的 他的一个阶位 就是他自己已经自觉的程度 然后他在度化众生的能力上面 他都已经圆满了 所以菩萨的阶位他都修满了 所以他就已经可以等得 那个十七因缘成佛了 所以说大圣一切如来受尊者记 这尊者就是尊称弥勒菩萨的意思 所以一切如来都受你的记 就是受记 这个的受记就是受他将来可以成佛的记 受记这个记我们说做个记号 那在这里就是做成佛的记号 那这个当然是已经是果佛了 不是我们说众生都是佛 我们是因佛 我们只是有种子 我们还没有去把我们的佛性 去把它从我们的这种习性里面 把它真正的把它成就出来 就是说我们有佛性 可是我们还有贪生痴烦恼 所以我们同时有清净 还有有染污的成分在 所以在学佛的过程 我们也就是在各种的境界里面 我们才会看到我们所显现的这些杂质 有这些的贪生痴烦恼的这些的杂质 我们就要能够去除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清净的佛性呈现出来 那明乐菩萨就是成就了 所以他不只是自己也成就了 然后他也培养能够度化众生的能力了 所以说一切如来受尊者记 所以一生当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善才童子要来参访弥勒菩萨的原因 那弥勒菩萨也是将来就是可以成佛的 所以在他参访的所有的菩萨里面 弥勒菩萨就是补卫菩萨当来下身佛 所以说一生当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就是只要弥勒菩萨他下身到我们这个世间 在一生就够了 他那一生就可以成佛了 所以他那一生可以成佛的时候 也就是他的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圆满的时候 也就是他成佛 成佛就是正道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我们再把这个名称再解释一下 就是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是梵文 翻到我们中文的时候是用音译 就是梵文的音然后再翻成我们的中文的时候 找中文里面相近相近的发音的字来翻译 所以叫做音译 所以我们念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或者说菩提心是我们再加上去的 因为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去成就的 所以当这样子念的时候 他跟梵文印就很像 因为在梵文我们要是念一下的话 如果大家听不懂有没有关系 不过这个印就很近 那是不是很像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这个是音译 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字本身 如果我们说这个阿尿是什么呢 那多罗是什么呢 是有三个秒吗 三个菩提吗 那就不对了 他只是纯粹音而已 所以我们要知道他的意思 就要从梵文 他的原文来了解 所以他的原文 他的意思就是 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没有办法再比这个觉 还在超过的 那这个觉是等于对一切知无法的真正的真实的现象 是完全一致的 就是对所有的事情一看都知道他真实的状况是什么 所以叫做正等 然后正觉这个觉就是觉悟了也就是了解的意思 所以说我们自信觉性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这种本质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生命呢 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本身的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都彻底的了解 那就是自觉 所以这个自觉也不是说从外面有一个东西我们去追求 而是当我们的心能够宁静 然后非常清楚的我们自己看到了 觉知到了我们自己内心的各种的成分 那那个就是觉 所以这个部分因为 善才同志 他要请问弥勒菩萨 要怎样子能够成就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里面的菩萨行跟菩萨道 所以他先就是也等于是赞叹弥勒菩萨 所以他就赞叹弥勒菩萨是将来会成佛的 那就会正到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在把这个名称 应该是我们学佛的人非常熟悉的 那也许有的也比较不那么了解 所以我们又再解释一下 那所以呢 接着这个经文 就是善才同志 他又对弥勒菩萨说 若一生当得无上菩提 则已超越一切菩萨所住处 就是针对弥勒菩萨 他将来就是要成佛的 所以当弥勒菩萨下生到我们这个说佛世界成佛的那一生 他当得无上菩提 那无上菩提就是等于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现在的无上就用他的意思来翻了 所以是无上就是阿尿的这个音译的意思 所以他说那你在成佛的那一生 你就会正到无上菩提 那那个时候呢 你已经超越一切菩萨所住处了 因为他本来还没有下生成佛的时候 他也称作弥勒菩萨 可是当他下生成佛的时候 他就称作佛了 所以当他称作佛的时候 他就已经超越了 本来跟他可以并排在一起的 所有的一切菩萨的阶位了 因为他那个时候就进身成佛了 所以就好像是我们在读书的过程 那有的是还在同学 可是当一个同学他就先毕业了 那他毕业的时候他就得到了那个学位 如果说他在读博士学位 那大家本来都在同学的时候 大家都是硕士才会去读博士的班 可是当有一个同学他毕业了 他已经得到了这个博士的证书了 那他就是博士 其他还是硕士 所以一样的这个道理 那善才童子又接着 他又对弥勒菩萨说 那你成佛的时候 正到了这个无上菩提 那则已出过一切菩萨离生位 则已圆满一切波罗蜜 则已深入一切诸忍门 则已具足一切菩萨地 所以这些先等于也是赞叹弥勒菩萨 就是弥勒菩萨当他成佛的时候 他不但超越了其他的所有的菩萨的阶位 那么他也就是超过了一切菩萨的离生位 就是因为所有的菩萨 他都要能够没有这些众生的这些烦恼 所以离生 那则已圆满一切波罗蜜 就是成就 成就一切能够利益众生的这一些的能力功德 那这一些就是弥勒菩萨 他因为他就是要将来成佛了 那善才同志 就是就这个事实来 也当作是赞叹弥勒菩萨 那么下面我们就 就是省略这个里面的经文 那么再继续看下面的部分 他就 善才同志 他就再继续 再请问弥勒菩萨 就是说 他再一次的 再把他的问题再问 说大圣菩萨云合学菩萨行 云合修菩萨道 谁所修学 即得具足一切佛法 稀能度脱所念众生 普能尘满所发大愿 普能究竟所起诸行 普能安慰一切天人 不负至身 不断三宝 不须一切佛菩萨种 能持一切诸佛法也 如是等事 愿皆未说 那这里呢 也是善才同志 他又把他最初的 这个问题 再把他详细的 请问里面的内容 那本来呢 第一个前提呢 就是他发了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为了要成就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要知道怎么学菩萨行 怎么样修菩萨道 那现在呢 又再把它详细 就是那菩萨行有哪一些呢 菩萨道有哪一些呢 那这个内容就是第一个他要能够具足一切佛法 他要能够自己本身要能够对诸法都能够 能够彻底的觉知 所以等于是这个部分是自觉 自己的修 修行成就自己的部分 等于是自立 自己利益自己的部分 然后呢 再来 稀能度脱所念众生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利他的部分 就是他所接触到的众生呢 都能够度脱 所以一个是自立 一个是利他 然后呢 再来呢 普能成满所发大愿 就是他的 他的所有的愿呢 都能够圆满 那这个时候呢 就等于是说 除了自立利他呢 还有的大愿呢 也就是他还要再继续去 学习诸佛啊 因为不只是 他自己成佛 而且呢 还可以再继续去 跟诸佛学习 那到每一位佛的 这个净土 都能够去 庄严 那这些就是 更加在 圆满普遍的这样的成就 所以才是 能够就尽所起 诸行 在所有的地方呢 都能够 成就他的诸行 那 普能安慰一切天人啊 那这样子呢 就不复置身而且呢 不断佛法身三宝 那不须一切佛菩萨走 也就是说 他就没有呢 就是 我们说不须的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众生 都有佛性 那这个是佛 已经成佛的时候 他的慈悲 他能够让我们众生 也都能够知道 自己有佛性 所以这个是了不起的 一个智慧 自己他成就的 然后呢 是了不起的 慈悲心啊 就能够 让众生都知道说 哦 原来不是 佛 他自己成佛 他而且是众生 一切也都是佛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个信心 说啊 那我可以 也可以学习 因为我有佛性 所以我也可以成佛 可是呢 如果我们有佛性 而没有去 修学的话 那就是 就是浪费了 所以 没有成就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等于是 善才童子呢 他就是把 他的佛性 能够 依照 菩萨行跟菩萨道来成就 所以 他才有 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说 他不断三宝 而且呢 不需一切佛菩萨走 那能持一切诸佛 法眼 那这个诸佛的法眼呢 也就是诸佛呢 是天人的眼目 就是帮我们看不到的 那 让我们知道 到底 这一些 一切诸法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真实状态 就是 就是我们没有正道 可是佛呢 他正道 那佛就 教导 把他正道的这个 方法 还有 所看到的境界 就是让我们 没有看到的也知道 我们才有学习的 这样的机会 所以 这个叫做 佛的法眼 诸佛的法眼 那如是等事呢 愿皆未说 所以这个呢 是 上才同志呢 他在进一步的请 弥勒菩萨 就是 在教导他 如何学菩萨行 如何修菩萨道的 这个里面的内涵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原来 发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还要 学菩萨行 修菩萨道 那学菩萨行 修菩萨道 要怎么样呢 要能够了知一切诸法 也要能够 能够度化众生 然后能够成就 我们的 这个更进一步的 圆满的愿行 能够有能力 能够安慰一切天人 因为 这个是 等于是 菩萨行的内容 那这样子呢 才不断三宝 就是 在学佛 学菩萨的过程呢 真正有成就 所以 没有把三宝的 这样的一个传承 断掉 就是能够延续下去 所以就有佛法身 继续还有成佛的 那继续有佛在说法 那继续呢 有在教导 众生呢 能够真正修行 学佛 出家修行 在家修行 就有申保 那这样的时候呢 才是 能够把 佛菩萨的种呢 再继续来 播种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善才童子啊 他就 菩萨行跟菩萨道的内容了 再请弥勒菩萨为他 来解说 所以他说愿皆未说啊 帮他 就是教导 所以这个时候呢 弥勒菩萨 摩佛萨 也就是大菩萨啦 那他观察一切道场众会 才只是善才 所以 弥勒菩萨呢 因为他将来就要成佛啊 所以弥勒菩萨呢 他有要 度化 所有的众生的责任 就是将来 那时候啊 那我们在一部经典里面看的 那我们在一部经典里面看的 有这个当机众啊 是 或者是 薛菩提啦 或是摄利佛啦 可是呢 释迦牟尼佛呢 他当场的 就是有2500 大欧罗汉 比丘生啦 那么 这一些的 都是 同时在听法 所以弥勒菩萨呢 他也是 应该也就 好像他要跟 弥勒菩萨说法的时候呢 就已经在跟他整个大众在说法 所以他观察一切道长众会了 就指示善才童子 那么就对他教导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善才童子 请问弥勒菩萨教导的 这个菩萨行跟菩萨道 那弥勒菩萨要开始为他说法 那 这个内容呢 就是 由弥勒菩萨呢 开始称呼善才童子 那 可是呢 他就是为了要跟整个大众 当场的大众 也要有所交代 所以他就说 诸人者 就是指着当时在场的所有的 这一些的大众 那如等见此长者子 就是说你们看到了吗 这一位长者子 那这个长者子就是指着善才童子 因为善才童子呢 就是浮城的一个小孩 那他的父亲呢 是一位长者 那通常在印度呢 一位长者呢 就是基本上呢 是他的家里是富有的 那么他在这个社会呢 也是有一个地位 然后他自己本身呢 也算是一位呢 能够秉持着一个道德修行的一个人 是有善行的人 所以善才童子呢 他是长者子 就表示说 他的父亲 他的家庭 都是非常就是富裕的 而且是善人之家 所以弥勒菩萨呢 他就用长者子来称呼他 那指的就是善才童子 他说善才童子呢 经于我所 他在我这个地方呢 问菩萨行诸功德佛 他说你们看到了吗 这位善才童子 长者子啊 他来到我这里要问我 是要怎么样子来修菩萨的功德行啊 那诸人者此长者子啊 勇猛精进 自愿无杂 身心坚固 恒不退转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 弥勒菩萨又再赞叹一下善才童子 他说他呢 事实上呢 他自己本身呢 参访很多位善之士了啦 他非常的勇猛精进 但是都没有这个懈怨啊 但是都没有这个懈怠啊 那自愿无杂啊 他的自愿呢 一心一意就是要成就阿妙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呢 他的自愿都没有掺杂啊 没有跑到其他的地方去啊 他每一个参访的善知识呢 他都是说 盛哲我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啊 那请问盛哲教导我如何修菩萨行 能够学菩萨道 就是这样 所以他自愿都是一样的 所以没有杂 那他的身心坚固啊 横不退转啊 那修圣希望如旧投篮 他说哦 他的这个心啊 希望是怀着这个满心 就是充满的这样的 那希望呢 都是要能够成就这样子的 这个菩萨行 菩萨道的菩提心 那如旧投篮 好像是这个投呢 就是一个犯人呢 他犯了罪啊 要被砍头这样 所以他要去救他的头这样子挤啊 那无有焰烛 乐善知识 清净供养 那就表示他 一味一味的善知识去参访啊 清净学习 而且供养 就是用他的这种精进 学佛学法修行的心来供养 然后处处寻求奉事请法 那弥勒菩萨呢 他这个是为大众来介绍这位善才童子 他说 诸仁者 此长者子 囊于浮沉受文书教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在跟大众介绍 他说他当初呢 是在他的这个故乡 浮沉的地方呢 受到文书菩萨的教导 然后呢 辗转难行求善知识 经由一百一时 善知识以然后而来自我所 未曾暂起一念脾屑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又在用这个散文的方式啊 就把善才童子 受到文书菩萨的教导 然后从德云比丘 开始一位一位的参访 然后才到了弥勒菩萨这里 那么在这里呢 经文就说是一百一时的善知识 因为我们知道的善才童子 有五十三餐啊 那如果说在五十餐的 就是德森童子跟有德童女 他们两位就是算一餐 那就是再加一位 那也是五十四餐 那如果我们再把扶城的时候 文书菩萨的教导也算一次 那就是五十五位 再多加两位就五十五位 那怎么会一百一时呢 那一般呢 有的是会说 就是一个呢 就是也许呢 真正的是有一百一时位 那漏掉了 那有的是说 那每一位善知识呢 有自修 他们自己修的法 还有一个度生的法 所以每一位都有两个法 所以乘以二 就是一百一时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再下一次我们再继续 下面的经文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先到一个段落 那先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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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 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节 医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刚经济佛浅大贡 下午2点 普师甘露法石 地点 凤山三王宫 高雄市凤山区保生路248号 洽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灾法义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新逢孝清报恩月 慈悲置业花莲中心 旗见 余兰盆地藏法会 蒙山诗时 恭请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9月9日 星期六 上午8点半 恭送 佛说 余兰盆经 地藏菩萨本月经 点灯 供水 要供 甘露诗时 护身佛浅大贡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余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 保护措施 字幕志愿者 杨核赘 大理古城 东陵碧波荡漾的尔海 吸引成年清脆的藏山 形成了溢水绕藏山 藏山豹古城的城市格局 大理古城从七百七十九年南少王前都 已有一千两百年的建造历史 家的后方有座伯伯 家里有座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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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城历史文化悠久 在唐宋五百多年间 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几度为首都 现存的大理古城是以明朝初年 在古城上的基础上恢复的 城 城方形 古城街道是棋盘市格局 素有九街十八巷之称 多为青石铺路 石头垒墙 青瓦坡顶的白族传统屋舍 已是商铺伶俐 游客袭来攘往 在奔杂的脚步间 仍有彩花静静的盛放在 曾经悠然的时光里 大理人以爱花闻名 古城内各种红花绿树伸 伸出墙头 连成一条条花海 金花是白族女孩子的别名 大理也被誉为金花的故乡 大理也算不错 大家可以自己拍一拍照 主义生意 主义生意 小法 天主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摩赫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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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赫波罗蜜